日月聚焦 星座话题 Hello 大家好 我是苏菲亚 欢迎收看三月份的星座运势 不要忘记帮我们按赞 分享 还有开启订阅小铃铛哦 三月份呢 是一个新的开始 基本上呢 我们告别了前面两个月的 这个除旧不新 还有大破大力之后 很多事情在这个月会慢慢慢慢的发展 所以呢 我们可以好好把握三月来做新的计划 执行新的计划 通常在这个月呢 都会有一些小的斩获 为什么说小的斩获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星座给大家了解一下 基本上呢 这个三月份呢 我认为啊 整个星座可以把这个三月份分为三个时期 所以各位朋友 你可以透过这三个时期的了解 去安排你的生活步调 在三月十日之前啊 这段时间呢 基本上呢 是延续二月底的一个发展情势 那么二月底的这个星座来看呢 很容易出现一些困难阻碍 或是要处理解决的问题哦 所以当问题出现 你要解决 比方说 有些人可能是在二月底啊 你可能不要让你看病啊 对不对 开刀治疗 那你当然在三月初就要休息 所以三月的十日之前 它就会去延续了前面那个震荡跟变化哦 那我觉得大家就是把手上该做的事做好就好了 但是呢 三月十日开始到三月二十日的这一段时间哦 事情就会有一个按部就班的发展 特别是三月十日哦 是水星呢 进入白羊座 三月十二日呢 精心进入这个双鱼座哦 所以在沟通讲话 人际关系的整个环境上的磁场开始变化 所以就会有更快速 或者是更愉快 更和谐的可能性 大家要好好把握 那么第三个阶段呢 是三月二十日开始哦 太阳要进入了白羊座 那么三月二十日这天是春分啊 所以呢 这个越来越暖和的天气 也代表事情会加速进展 特别是到了三月二十五日这个满月哦 这个满月非常重要哦 因为它是月时 所以有很强大的一个启动 或者是一个显化的一个力量 所以有可能在前面你的努力或计划 在这个时候来到一个阶段的成果哦 或看到一些阶段你要去处理的问题或目标是非常好的 那么有一个小小的挑战是啊 到了三月底哦 比方说三月二十九日以后 因为水星呢 要开始慢慢慢慢的怎么样 准备准备准备啊 踩刹车了 因为四月份会有水星的逆行 所以我们通常会在水蜜之前 看到事情会有一种种 呃 节外生枝的变化 或是突然有一些新的状况好像要浮现了 所以就可能会酝酿后面的什么拖延或调整 因此如果你有重要非完成不可的事情 我会建议你三月二十五日之前啊 尽量把它完成哦 最有效率 那么如果你会容易拖到三月底 那你可能要有个心理准备 就是它还有更好更进步 还有学习的空间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三月份的个别的星座运势哦 我们分为几个类别 那我相信大家最在意 第一个一定是感情运势了哦 那么我们要先说一下 那三月呢在感情运势上呢 是一个很重要发展的时期哦 跟二月有点类似但有点不一样 二月是一种很闪电的进展 快速的分和 可是呢三月不一样 因为三月十二日的时候呢 代表爱情的金星会来到双鱼座 一个浪漫的星座 可是呢土星呢也在双鱼座 所以三月份呢在感情上的发展 往往是带有责任的一个承诺的 换言之你越能够给予承诺 越能够明确双方的心意 越能够彼此一起往同样的方向走的话 诶这件事非常好 但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就至少会有一方会比较辛苦 会有人牺牲 所以呢就要考验大家的智慧 那么这个月呢在感情运势上面 我觉得会是亮点的族群就是 上升或太阳在双鱼处女 还有呢几个天蝎座的朋友 所以如果你是单身 或是你的关系很稳定 噢这个月很有可能 就会往下一个阶段走 比方说交往啦同居啦订婚啦结婚啦 那有些人也可能会有这个 诶遇到了异国远距的恋情 所以在思考我是不是 要因为这感情来调整我未来的方向 那么当然如果反过来讲 也许有一些人会在这个时候怎么样 决定要离婚分手或再婚都是有可能的 同时也有些人是要这个怀孕生子照顾小孩 想办领养或是你要处理孩子的事情 所以在感情的事情上面 刚才讲的这三个星座 这个双鱼处女跟这个天蝎座是最容易有好的机会 但是也可能反过来哦就是你需要做一些停损 做一些调整不然就会比较辛苦 再来我们看到的就是呢事业运势 我们要来看四个星座 那么先来讲旺运的星座 就是上身或太阳在金牛跟巨蟹座 这两个族群呢在这个月份呢事业运非常好 有表现的空间 所以往往容易有什么升官或者是出名 或是成功的一个状况 而且它的基础在于你可能是因为有一个很强的团队在帮你 或是你在团队里有这个说话影响力 大家一起合作完成一件事情 然后成功 所以这个族群在这个月如果你有重要的计划 如果你要争取重要的位置 或是你希望能够能够影响大家 我觉得请你要积极一点 这个月是非常好的 那这两个星座有点不一样的是呢 鸡牛座朋友其实你的这个好呢 是从一月份一直延续到这个三月份 所以可能就是在三月份的这段时间里面 你慢慢把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完成了 比方说之前可能站到一个好位置或升官 那这个月可能就拿出一个初步的成绩 或者是凝聚了大家的这个向心力 可是呢巨蟹座不一样 巨蟹座现在正要开始步步高升 那你之前好的成果跟表现 现在又有机会拿出来 比方说过去你某个案做的不错 那么现在老板可能会请你带一个新的案子 或是把你评估为下一任可以升官的名单 那也可能你就是遇到一个好的机会 要开始表现了 或者是你有想要换工作 被外派 甚至有可能接到一个挖角的好消息也不一定喔 请你要把握 那么另外两个星座呢则是这个月很忙碌的族群 包括了上升或太阳在双子跟天秤座的朋友 那么这两个星座在这个月的重点 倒不是喔 怎么升官啊或是是出名啊 它的重点在于工作内容的本身 你们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所以在这个工作里面就是一边做一边学习 一边做一边展现自己得到大家的信任 比较大的挑战一定是人和 双子座的人和呢是对上关系 就是你的老板可能会给你很重要的任务 或者是对你比较严格 或者是给你与你比较少的这个资源 想看看你做的怎么样 或者你承担一个很重要的责任 不完成很危险 那么天秤座的朋友呢则是在这个月呢 你可能需要跟你的同事有比较多的互动 要请大家帮忙 然后呢这个要帮忙代班啊或要支援啊等等等 是同辈或是下属的关系 是比较需要经营的 但是我觉得这对双子或天秤座来讲都是很好的 原因是因为在这个月份 这两个族群你会透过这样的方式 慢慢的得到大家的了解 或是你可以更理解未来你可以怎么样跟大家合作 奠定啊我觉得在年中甚至以后的一个成功的基础 所以请不要为这个月份一点小小的挫折就觉得沮丧 它可能是你一个未来转机的好时刻 再来我们看到的就是呢财运啊 财运的部分呢这个月绝对是亮点的族群 就是上升或太阳在狮子跟水瓶座朋友 这个月份呢你们财运有好有坏 先来讲坏的好了 所以坏的就是你们容易有财务的责任 比方说哎呀先前玩的太开心 这个月账单特别多 或者是呢这个月你开始要做一些比较重要的投资 也可能因为环境的变化你要做一些资产重新的配置跟调整 所以你们可能在这个月比较费心这个钱的部分 但是好处是什么呢好处是你在这个整理的过程里 你会发现有找到新的赚钱的方法 比方说你发现可能要有一个新的投资或是一个新的怎么样方式 比你以前做的好未来可以赚的更多 也或者在这个时候你发现有一个机会很棒 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是一个这个留学的机会 是一个投资自己的机会 所以你拿钱去投资自己的学习或旅行 增广见闻 反而这个经验会增加你未来赚钱的能力 或者是变成你的一个软实力 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月份 这两个星座可以特别留意的部分 最后呢我来讲到就是大家很想听的 还没有讲到的星座有三个 第一个呢就是上升或太阳在白羊座朋友 我们知道3月20日呢才进入白羊座的月份 所以这个月份大部分的时间 白羊座朋友属于休息准备 或者是在默默耕耘的时候 当然因为水星10日就进入了白羊座 这个月前半段的时间 你也可以拿去什么旅行 学习 调整一些自己的步调或者是充电 我觉得在下旬之后你会越来越上轨道 越来越能够有表现空间喔 那再来呢就是上升或太阳在这个射手座朋友 射手座呢在这个月呢 你的重心往往会在跟家人啊 房地产或者是跟自己有关的什么样 领域领地啊 这个有关的这个这个地盘的事情上面 比方说你要照顾家人 或是要解决家里的问题 你也可能在这个月决定要买房子 修整房子喔 这都是一个比较具象的 但另外一个比较这个无形的是说 你可能发现在生活里 在职场里 你有遇到一些竞争挑战 或者是要随着大环境的转型而跟着转型 这跟你的生存的地盘有很大的关系 那也可能你因为搬家 你要重新认识新的人 因为换公司你要重新认识新的同事 你要重新巩固你的地盘 让你自己可以安心的在里面工作或生活 我觉得这个月是社首座非常好的一个调整的时候 最后是摩羯座的朋友 上社会太阳在摩羯座的朋友呢 这个月份你可能有很好的机会 或是很挑战的机会 要从事一个需要考试啊学习啊短途旅行出差 反正就是跟沟通交通的事情有关 它绝对不轻松 有的时候你要去交涉 要去学习 可是这个过程非常重要 如果你可以这个全心 全意的这个全力以赴的去做 我觉得只要你能够过了这个关卡 你会变得非常有权威性 甚至呢可能因为这件事情让你更上一层楼 比方说你在这个月去考什么检订考试啊 或什么比赛啊 你过了后面可能身价就跟着怎么样 起伏起飞咯 所以呢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 让自己安定下来 专注一件事的时候 以上呢就是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三月份的运势了 祝福大家在三月份的运势都能够春暖花开 我是苏菲亚 我们下个月再见 我们下个月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